哈哈,大好的机会,这不就说来就来了吗? 哈喽哈,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玩玩具的土儿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插一颗睡衣小英雄的盲蛋 来看看里面藏了些什么吧,打开喽 我们来从里面抽取一个 就牛了 哦,这次呢,我们抽到的是夜幕忍者 夜幕忍者呢,是睡衣小英雄当中的反派之一 他呢,是忍者们的队长 一心想要成为最强的人者,占领世界 他有很多属于忍者们的专属招式 还经常会使用粘粘贴 他呢,也经常带领着一群小小忍者到处捣乱 和其他两个反派一样呢 他虽然有很多破坏世界的点子 但也经常被睡衣小英雄们打败 夜幕忍者呢,他的皮肤是这种深蓝色的 身上呢,还有一些闪闪的像小星星一样的花纹 继续来看哦,下一位会是谁呢 这次呢,我们抽到了猫小子 猫小子呢,他的名字叫做康诺 是小团队里的领导人物 他呢,有一双顺风耳 可以听到很远地方的声音 还有,被称作无敌猫跳和超级猫速的超能力 猫小子呢,有他自己的猫车 他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带着同伴们拯救世界 别看他执行任务起来,非常的勇敢 他呢,也有一些自己的小毛病 比如,他喜欢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 也非常的怕谁 有时候会因为这个被敌人利用 每当夜幕降临呢 他们就会披上睡衣,戴上面去 变身成为超级英雄 他们探险,解决谜题 并在成长中学会很多知识 继续继续 最后一位会是谁呢 啊哈,这次呢 我们抽到了飞碧侠 飞碧侠呢,他的名字叫做古瑞 他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小男孩 别看他个头小小的 他的力气可不暇 变身后的他呢 可以像变色龙一样隐身 融入周围的环境 他呢,还可以举起重物 飞檐走壁 飞碧侠呢,还拥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宠物壁虎 名字叫做梁美尔 叶木人卓菲碧侠猫小子 他们今天会遇到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来瞧瞧吧 嗯,真好喝 猫小子和猫头鹰鸟怎么还不过来呀 奇怪 啊,我的牛奶哪儿去了 待会儿我要把这个蛋糕带给大家一起分享 啊,说好在这里集合的猫小子呢 啊,我的蛋糕哪儿去了 这个甜甜圈很好吃的 待会儿我要把这些带给爱玛亚和葛瑞分享 啊,爱玛亚还在学校附近等我呢 现在过去应该不算太迟吧 啊,我的甜甜圈呢 猫小子,猫头鹰女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迟啊 奇怪奇怪,今天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带了一些甜甜圈想跟你们两个分享 结果一转眼,我的甜甜圈就不见了 我也是,我也是,我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想着跟你们两个分享 没想到一转眼,蛋糕就不见了 什么,我还以为只有我遇到了这种情况呢 我正在喝一瓶牛奶 一转眼,牛奶就消失了 好吧,看来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坏蛋 把我们的东西全偷走了 谁会这么大胆呢 不管是谁,我们一定会把它揪出来的 根据现在的线索显示呢 我们三个丢的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呢,我想抛东西的这个人一定非常的贪吃 那这就好棒了 我们只需要做些诱饵来引诱他 没错 可我们要准备些什么呢 瞧我的吧 哇,猫小子,你做的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可是神奇的魔法药水 不仅呢,味道非常的好喝 而且,喝了它你就会变得非常强大 哇,这听起来好厉害呀 可以给我喝一点吗 不行不行,这个药水呢,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喝 闻起来好香啊 哎呀,我肚子突然好痛啊 我要去上个厕所 你们两个在这里帮我看一下啊 我突然想起来,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呢 我先去写作业了 飞碧霞,你在这儿帮他看着吧 哎呀,我也有点事情 我必须要现在去完成 这么一小会儿没人看,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哈哈,大好的机会,这不就说来就来了吗 这么美味的魔法药水,还没有人在这儿看守 那这么一大锅,就都是我夜幕人者的了 夜幕人者趴在锅上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味道真不错呀 突然间,夜幕人者感到有点不舒服 接着,咻的一下,他竟然变成了一只青蛙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哈哈,抓到你了 原来你就是那个偷食物的小偷啊,夜幕人者 还有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药水 这是,喝了会让人变青蛙的药水 哈哈哈哈 这么快就上钩了 夜幕人者,你看起来真的不太聪明呢 你们,你们,你们欺负我 点击屏幕新型图标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